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虚化效果还是很有限的 镜头大部分的成像圈都被浪费了 而且拆手机这个代价确实有点太大了 所以我在想的是 有没有一个办法不拆手机又能实现这种虚化呢 我之前其实提到过一种叫做DOF的设备 更完整的名字应该叫做DOF景深转换器 或者景深适配器 原理就相当于让镜头成像在对焦屏上 然后用手机翻拍对焦屏 就能获得真实的景深效果 这就意味着用手机就能拍出下面的这种效果 是不是有相机的那种味儿了呢 那今天我就要设计一个DOF景深转换器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际的拍摄效果到底如何呢 首先我们需要一片相机的对焦屏 这个就是单板相机里的 在这个位置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取景 我们平时直接取景看到的画面 就是镜头通过反射镜反射到对焦屏上成像的 我们把镜头放在对焦屏前面的合适位置 就能成像了 然后拿出我的手机对着对焦屏直接拍摄 这样就能得到一张带景深虚化效果的照片 对了 这里要说一下 直接成像到对焦屏上是导转的像 所以拍摄以后要进行后期翻转才能使用 或者直接用FotoGearAPP中的翻转校正 就能实时看到正的像了 看到拍摄画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手机的主摄是24或者26的广角 所以拍出来的画面只有中间一部分是成像的 周围都是浪费的 如果想让对焦屏部分直接撑满画面也不是不行 比如用大画幅的对焦屏和镜头 那这个体积就 那有朋友会说 为什么不用人像镜头进行拍摄呢 一方面原因是人像镜头的CMOS尺寸比较小 画质偏差 另一个原因是不管主摄也好 人像镜头也罢 拍摄距离都太长了 这样DOF整体体积就太大了 所以为了校正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设计一组镜片 既放大画面还能缩短距离 不过直接放一个凸头镜肯定是不行的 会产生色散或者激变的问题 最后在光学朋友的帮助下 我们成功设计了一组这样的镜片 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设计DOF的结构了 为了兼顾轻变和扩展性 我最终设计了这样一个形态 相机卡口使用的是索尼的E卡口 一方面法兰具够短 只有18毫米 让DOF能够更小巧 第二方面还能通过转接环 来转接各类的手动镜头 比如佳能尼康莱卡M42等等镜头 都是可以通过转接的方式 来进行安装的 与手机连接用的是通用的17毫米裸口 市面上有很多手机壳 或者手机兔龙都能进行安装 在DOF侧面设计了 两个四分之一裸口的安装位置 可以用来做一些扩展 比如装手柄 底部有一个L型支架 也带四分之一裸孔 可以安装手柄 云台甚至是稳定器 那整体的结构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就把这些东西 都发到了工厂CNC加工氧化 经过半个月的漫长等待 终于收到了它的最终成品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我们赶紧装上镜头来试一下 我这里用的是一颗复刻的 皮兹瓦的55毫米F1.7的镜头 纯铜的镜身相当的骚气 然后装到专用的手机壳上 不过这么看总觉得有点 头重脚轻的感觉 握持感不是太好 没关系 这个时候那几个四分之一的裸孔 就起作用了 我们装几个附件上去 一下子手感就好了很多 还能变换形态 可以这样 这样 或者是这样 甚至还可以装两个手柄 是不是逼格一下子就上来了 接下来我们打开Photo Gear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物理虚化的效果了 物理虚化的好处是 没有算法的介入 不会出现边缘bug的问题 还可以最高拍摄 4K60P高清视频 拍摄完以后 手机剪辑就可以出片了 效率是不是很高 那还不让我们赶紧拍起来 拍摄超级力气 佳能400电 超级大炮 搭配手机来拍摄 一样可以激情 和我一起赏起来吧 感谢陈老师对本频道的大力支持 不过言归正传 在使用过程中 确实还存在一点问题 就是对焦有点麻烦 又要构图 又要跟焦 感觉忙不过来 毕竟这个DOF 是没有电子结构的 不能支持那些自动对焦的镜头 确实有点不方便 我找了一个 智讯新出的相机跟焦系统 跟焦马达装在镜头上 跟焦器装在手柄上 这样就能一边拍摄 一边跟焦了 而且看着架势也足够唬人 谁知道搞了半天 后面是一台手机在拍呢 不过用着用着也觉得不行 还是太费劲 先抛开流程不说 光这重量实在是有点 那有没有更智能化一点的方案呢 接下来 就让我给你们介绍 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台 自动跟焦DOF系统 谁说手动镜头就不能自动对焦 这里我给他加装了一套 DOF激光雷达测距对焦系统 利用激光实时测距反馈距离信息 然后根据镜头的对焦曲线 实时控制电机带动镜头跟焦尺 到准确的对焦位置 由于我这里没有其他合适的镜头 所以用的是一个 三阳的35 1.4电影镜头 来做测试 来看看这个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妙 这样我只要专注于拍摄就行了 测距系统会自动对焦到 画面中心的主体 在这样一套DOF设备的加持下 手机拍摄出来的片子 又能有怎样的变化呢 我用两台手机进行了对比测试 一切就绪 就让我们出门实拍一下吧 我用利用这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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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